频道讯息发送的两种方式 一个是直接发送 另外一个是预约发送 比如说你想到说下个礼拜三 想提醒家长或学生要做什么 那带什么东西 你现在想到就可以先在Telegram先打进去 那我们礼拜三的讯息 我们礼拜二再请他发送出去 你太早讲他会忘记 所以是不是很棒呢 那其实预约讯息跟发送讯息 在前面我们介绍过了 不过我们在频道这边 我们再做一次 来开始咯 那各位看一下 左边这个是冲闲老师的 五年四班的频道 对不对 右边这个履杰是订阅者 来我们开始咯 发送立即讯息 讲完话以后呢 点这个绿色的箭头 就可以把讯息发送出去了 所以发送讯息 各位看一下吧 履杰的手机立即可以看见咯 那这时候我来示范 预约的排成讯息 比如说下个礼拜三要带东西 要带美劳用品 可是呢 礼拜三我现在太早通知他 忘了 我希望礼拜二再通知他 ok来 星期三要带美劳用品 好来 礼拜二呢 礼拜二呢 早上还是下午 等家长下班的时候呢 下班了7点 好来 好来 7点20分好了 那这时候呢 再来点传送 那各位看一下吧 这是充弦老师 这是频道组 可是履杰订阅者 这边没有看到讯息 因为他必须等到 礼拜二的时候 才会传送出去 我们再一折吧 星期五要穿制服 目前各位看一下 目前的状态是在排成哦 所以呢 点一下时间 我们来设定 星期四的时候 一样下午7点55分 再通知家长好了 好来 这两折都是什么呢 预约排成哦 老师我现在又想发及时讯息 记得在左上角 要点一下关闭 你必须离开预约排成地方 点关闭 这时候又回到一般的讯息 好来 今天下午有直播比赛 非常棒哦 忘了打两个字叫棒球了 还记得吗 在iPhone手机空白键 这边压着不放 就可以把滑鼠标 变成什么呢 调整位置在这里 棒球 好再传送 那这个讯息立即出去了 你看见了吗 哦在这里哦 所以这两折立即 老师那你再看一下 冲雪老师这边有个排成有个符号吗 排成在这里有个时间哦 我按这个图示 那就会看到哦我是频道主 我这边两折讯息 必须等到礼拜三 礼拜四 才会送到 我们的家长的手上 来我们就点 关闭吧 那请各位练习一下哦 这个直接传送跟预约排成传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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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